好 那么先来看的是美国联邦参议员访问团来台带来最新消息宣布美国将赠捐赠台湾75万剂的疫苗 而稍早访问团降落松山机场有别以往 他们这次不是搭乘行政专机来台湾而是搭乘军机C-17运输机 这个是美国空军现役大型运输机的主力 以往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在台湾 C-17呢有一个别称就是全球霸王 它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军用运输机 也是世界上唯一同时具备战略战术空运能力的运输机 除了它可以运输部队还有货物之外呢 也可以用来进行空降任务以及物资的空投 最近美国空军国民币呢还将一架C-17 直接改装成移动疫苗接种站来体现C-17的运用弹性 同时这一次呢应该也是在进行内部的改装 可以搭载高阶的这个军官的 以及或者是呢这个国会议员 那这一次呢三名的跨党派参议员搭成C-17运输机呢 从南韩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之后呢 行进激州岛7点19分的时候 飞抵了松山机场 而在7点30分的时候下机了 而且呢在现场呢是由外交部长吴钊燮 以及AIT处长丽英杰来接待 同时呢他们也和参议员挤走表达欢迎 访问团的成员呢也向远方守候拍摄的媒体挥手致意 这真的是第一次由美国军机第一次 由美军战略运输机降落松山机场 美军上一次载运物资来台湾 是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之后支援救灾 另外呢2015年的时候也有两架F18战机故障 转向台南机场 美方呢除了派了一架这个C130的搭载维修人员 还有器材的飞台湾之外呢 这一次呢基于防疫考量 参议员呢他们在抵达台湾之后呢 是不出机场的 而这一次呢包含了参议员达克沃斯 苏利文以及昆斯 他们呢先和这个吴钊燮呢 到的室内呢这个指挥部的这个休息室呢 举行了抵台记者会 同时也宣布美国总统拜登的 8000万剂原外疫苗计划 其中台湾入列 而且达克沃斯呢 他有宣布说里头的75万剂 是捐赠台湾的 这是比较确定的 而蔡英文总统8点30分的时候 在国军松山机场指挥部的机场 这个休息室呢要接见的访问团 台美双方呢也将会针对 美国供应新冠疫苗进行具体的讨论 来过台湾的达克沃斯呢 第一个在记者会上发言 他说经过他们和美国白宫 相关的讨论之后 因此宣布美国捐赠台湾 确定的这个数量是75万剂的疫苗 达克沃斯呢在美国预备役服役长达23年 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 他以中校身份退伍 2004年的时候呢 他是这个伊利 就是伊州的这个国民兵 黑鹰直升机的飞行员身份 派驻伊拉克 结果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失去了双腿右臂 也失去了部分功能 因此呢达克沃斯呢 他曾经代表这个伊利诺州 第八选区来担任这个中议员 两届的中议员 之后呢在2016年的时候呢 又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而另外的昆斯 说是和拜登的关系 非常的亲近 也是台湾保证法 还有台北法的这个共同提案人 而且昆斯他曾经在 2019年的时候 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时候呢 也访问过台湾 当时蔡英文总统 也有在总统府接见他 美国媒体就说 昆斯一度是 美国国务卿的人选之一 后来拜登任命了布林肯 同时呢当时还说 必须需要的是 昆斯继续留在参议院 也显见昆斯的重要性 这个部分呢 是在这个四月前 联邦参议员陶德访问台湾之后呢 短短时间之内第二次 有拜登的超级好朋友访问台湾 而另外呢苏利文呢 他则是在这个 曾经在小布希总统的时候 还有莱斯担任国务卿的这个团队里头 担任过主管经济能源 还有商务事务的助亲 也曾经担任过白宫国安会的 国际经济处的主任 那这一次就是全球疫情爆发以来呢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第一次 规划的国际访问团 同时呢就将台湾纳入 优先的访问名单当中 三名参议员呢 这一次来台湾真的是顺风式 在台湾只会停留三个小时 活动范围也只限于松脂部的机场 归宾室就是要避免和大众来进行接触 而在和我们的政府的相关高层会面之后 将会飞回南韩搭机返美 因为他们要参加7号即将开议的 参议院院会 以上是全球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消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